再过几天就是圣诞节了 台中市地委黄国书 邀请国立台湾交响乐团 附设青少年交响乐团 国立台湾美术馆 2020年12月20号下午3点半开始 一起在台中市美术园道上 演出一场精彩的管弦乐跟歌曲演奏 吸引了满满的民众来参加 立伟黄国书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这场音乐会的曲目 都是海内外著名的音乐作品 那今年已经是第二度了 那去年是管乐 今年是交响乐 今年的曲目更精彩 吸引更多的人来参加 那我们希望透过 国立台湾交响乐团的演奏 让我们的所有的民众 度过一个愉快的圣诞佳节 同时也让我们美术园道 这个很棒的艺文空间 可以让大家可以看到 那同时也大家可以听到 我们很棒的国立台湾交响乐团 他们美丽的音乐的演出 我觉得很感谢国书立委 他是一个文化立委 那也让民众有一个音乐饗宴 很棒的一个圣诞节的音乐会 那我们也在这边祝福大家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红国书立伟充满感性的说 其实他就住在美术园道附近 这里除了有异国料理街 假日还有文创市集 有不少游客都会来这里 所以他才会想邀请国台交跟国美馆 联合举办这场音乐会 所以以后我们会跟这个交响乐团 青年交响乐团 或者交响乐团 或是台中市政府的 这个杰出的团队 我们一起合作 所以我也拜会了卢市长等等 我们期盼 在这个地方敦青木林 不只是这个美术 也能够在表演 跟这个视觉艺术上 然后共同结合 国立台交响乐团 挂上国立两个字 他就要负责上山下海 所有台湾有关于乐教推广的工作 都是国立台交响乐团的工作 我很期待我们都有这个共识 将来如何国美馆 跟国台交做更多的合作 在这个绿郎带 有更多的活动 跟所有好朋友一起分享 这场由国台交 附设台青交的音乐会中 除了演奏圣诞应景的音乐之外 还演奏好几首著名的台湾民谣 包括邓宇贤的四季红 承达的恒春名曲《思想起》 感动了许多在场大大小小的听众 在12月有点寒冷的美术园道 催奏起一阵阵温暖人心的美好乐曲 记者陈维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